这时唐高宗已经感受到了莫大的幸福 只是他还不知道 此时的五妹娘啊 已经不是之前的五妹娘了 经过多年的魔力 在五妹娘的心里 也许曾经的爱 现在却变成了借以攀缘权力的阶梯 从此以后 唐高宗总找机会来偷偷的看望五妹娘 再一次相聚之后 五妹娘告诉唐高宗 她已经怀有身孕了 唐高宗一听是又喜又愁啊 喜的是又要添一个龙子了 愁的却是五妹娘在寺中已经不能安身了 可是却无法把她接回宫里 当五妹娘看到唐高宗这种为难而犹豫的表情时 她感到失望到了极点 可是不管五妹娘有多失望 在她的内心深处 都是希望唐高宗接她回宫的 在唐高宗承诺将五妹娘接回宫中后 她也感到有些为难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般的事情 首先五妹娘的身份是最大的障碍 其次便是王皇后 因为后宫之事都是由皇后进行管理的 如果五妹娘想要进宫 那就必须经过王皇后的同意 俗话说得好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当唐高宗与尼姑有染之事被传得沸沸扬扬时 王皇后也知道了此事 她勃然大怒 觉得这皇帝太不像话了 怎么能够与一个尼姑情投意合呢 可是在愤怒之余 王皇后心里又打起了小算盘 她想 如果不答应 有备公顺之厚德 皇上对自己就会更加不喜欢了 而且她也不一定就能阻止得了皇上 如果答应了 那将会添加劲敌 这显然是在自讨苦吃啊 思来想去 王皇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现在对自己威胁最大 自己最恨的就是萧淑妃 那就把五妹娘接进宫来 既送个顺水人情 迎合了皇上的心思 又可以让五妹娘拢住皇上的心 以此来疏远萧淑妃 到了那个时候 再与五妹娘一结盟 就可以轻而易举的除去萧淑妃了 在这个时候的王皇后 的确是太轻视五妹娘了 她觉得五妹娘是个出家的尼姑 又是先皇的侍妾 地位十分卑下 谅她也不敢像萧淑妃那样放肆 王皇后想啊 如果五妹娘太放肆的话 那再去除掉她也是很容易的事 何况我又有恩于她 她也会因为感恩而服从于我的 并且还会甘愿受我的控制 这么一想 王皇后便释然了许多 由此可以看出 其实啊 上天带五妹娘还是不薄的 让她在回宫的这一个问题上 得到了转机 也正是由于王皇后 与萧淑妃之间存在着的不合因素 使五妹娘有了再次进入皇宫的希望 随后王皇后便将她的想法 告诉了母亲柳氏 柳氏呢 也很赞同 为了谨慎行事 她又找来舅父进行商量 由于她这个舅父的升迁 是与当今的皇后密切相关的 所以当皇后遇到萧淑妃的为难后 她当然不能坐视不管 在舅父听了王皇后与柳氏的离间之际后 权衡再三 她也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她认为啊 五妹娘出身寒威 在朝廷上也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人 又曾为先皇妃嫔 即便今后得宠 其威胁也比萧淑妃小得多 因此啊 她主张快快行用此寂 当王皇后要将在改叶寺的五妹娘接回宫的事情告诉唐高宗时 高宗是高兴坏了 她没有想到王皇后竟然是这么的深明大义 愿意成全自己 同时唐高宗又觉得往日对王皇后啊 太过于冷落了 除此之外呢 王皇后还安排了五妹娘的住处 并把这一安排告诉了唐高宗 唐高宗果然欣喜 对王皇后的态度也热情了许多 紧接着 王皇后便派人到改叶寺 吩咐五妹娘续发 五妹娘得到皇后要接她进宫的消息之后 既高兴又震惊 她没想到皇后是一个非常宽厚的人 但是五妹娘也感到这中间啊 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 因为五妹娘从高宗当时要接她进宫的为难表情里 可以看出 皇后这一关应该是很难通过的 而现在却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就过了这一关 她也因此感到非常的意外 五妹娘身为尼姑又是先皇下层侍女 自己的命运呢 太不容易受自己的控制了 因此即便进了皇宫 自己也得多加小心 她对后宫的斗争 曾是既熟悉而又厌恶的 五妹娘告诫自己 为了使自己和腹中的胎儿能够安全 要对皇后百依百顺 力求通过皇后先站稳脚跟 等到了解了宫中的形势 自己就好自主